特斯拉VS比亚迪最新情字 2022年12月5日星期一北美 一近日 比亚迪股份披露公告称 11月公司新能源汽车销量23.04万辆 同比增长1.5倍 而这已经是比亚迪连续第三个月 获得单约20万以上的销量 而最近两个月 中国一线公募基金高益资本 在A股加仓了比亚迪 却大幅减持美股特斯拉 对于投资新能源车的逻辑 邓小峰表示 去年开始 观察到新能源汽车行业发生的最大变化 使需求端明显提升 今年明显看到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势不可挡 已经进入了快车岛 中国已经开始实现全方位 成体系化的对传统燃油车的替代 邓小峰认为 整车领域的发展和变化 是2022年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重要转折点 3.比亚迪海外业务获重点关注 在最近众多机构调研中 投资者对比亚迪海外业务尤为关注 在被问及公司出海进展时 比亚迪表示 公司积极布局海外业务陆续进入澳大利亚 哥伦比亚 巴西 新加坡 哥斯达里加 泰国等多国乘用车市场 受到当地消费者的广泛关注和喜爱 原Plus车型自10月初在泰国接受预定 当天就迎来了预定潮 车友半夜排队订购 引发泰国多家媒体报道 出海可能是2023年比亚迪的热门话题 4.从11月海外销量看 比亚迪出海脚步正在提速 公司11月海外销售新能源乘用车 合计12318辆 单月销量首次破万 这也是比亚迪自今年7月以来 连续第5个月披露海外销量数据 7至10月 其新能源乘用车海外销量分别为 4026辆 5092辆 7736辆 9529辆 武力动物证券研究报告指出 比亚迪正式进入日本 墨西哥乘用车市场 同时纯电动大巴 已正式进入印尼 毛里求斯等国 海外市场放量助力销量增长 预计2023年 比亚迪新能源车销量超300万辆 同比增进60% 其中出口超30万辆 6比亚迪出海新进展 原Plus海外版 ATO3在以色列斩获11月全品牌单车型销量桂冠 7中国券商预计2023年中国市场全面进阶 预计中国市场有望引领全球电车销量突破1450万辆 巴尔宁德时代创始人曾预群预测 2030年 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将达到4800GWH EGWH电池约值10亿元人民币 这是一块近5万亿元人民币的大蛋糕 9高盛的一份研究报告称 到2030年 美国和欧洲可以通过超过1600亿美元 的新资本支出减少对中国电动汽车 电池的依赖 在此期间 美国和欧洲的保护主义政策 对电池材料中来自 中国的关键矿物的严格限制 以及电 持回收的兴起 都可能削弱中国在电 动汽车电池供应链的主导地位 实际的驾驶数据说明 特斯拉应该还是安全的 特斯拉电动车驾驶员 和乘客车祸率和死亡率 比全部汽车车祸率少一倍以上 也就是说 你要你和家人更安全 开特斯拉电动车或者奔驰 2021年 中国每年每万辆车的车祸死亡率 是1.54 现在 特斯拉在中国有100万保有量 从统计上说 特斯拉每个月车祸死亡人数 大约12.8人 可见特斯拉车祸死亡率极低 大众感觉 特斯拉总是出事 那是因为特斯拉每次死亡车祸 都会被报道的 十一拜登签署的通胀削减法案 对宁德 比亚迪等电池供应商都构成一定打击 特斯拉 宝马等厂商在美国自建电池厂 在2023年之后开始缩减部分中国采购了 巴菲特语录 投资关键是正确认识自己 增博士解读 做投资 第一步应该是正确认识自己 现实中很多人辛辛苦苦读了海量的技术分析类书籍 还是亏钱 原因是你的第一步就错了 证券投资市场本质上就是博弈 问题是你在这个八亏一平一赚的市场里面 你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资讯掌握等等方面排在那个位置 如果你不知道房子里谁是傻瓜的话 实际上你就是那个傻瓜 进入投资界 你实际上是在和大机构甚至国际大鳄博弈 显而易见 你的胜算概率极低 所以第一步 你首先要认识自己 不能和他们玩一样的游戏 谢谢大家阅读 支持 订阅 以便我们持续做出更好的节目